香港艺人杨千画自今年6月生下爱子丁静诺后 便停工在家专心照顾儿子 10月24日许久未公开亮相的杨千画 终于回归暂别四个多月的娱乐圈 以代言人身份出席品牌活动 据媒体报道 四个月来杨千画缠字后首度付出的处女秀 获得多个品牌的争抢 让她的身价水涨船高 暴声不少 杨千画透露 继当天的代言活动后 自己11月的工作也是排得满满荡荡 美光灯下的杨千画显得更加成熟自信 身材也基本恢复到产前的状态 不过杨千画透露 因为自己是胃母乳 担心瘦身太早会影响乳汁分泌 所以现在的身形 是自己最近七个星期的第一式减肥的成果 这次比较辛苦是因为我抵重 就是因为我怀孕开始 我生产以后差不多种了57磅这样子 所以我也不能够马上去 因为我是喂母乳 所以到最近七个礼拜 我要用七个礼拜的时间去减掉 差不多30多公斤 30多磅 所以那个是才是最辛苦 杨千画表示 不会因为生子而放弃演艺事业 并决心再创高峰 还表示会把家庭和工作坚固妥当 当个成功的事业型妈妈 不过杨千画不希望儿子将来进娱乐圈工作 现在的曝光也不希望太多 普通的代言活动也要问过老公丁子高 我现在这个我不太想 我儿子他就是太过在娱乐圈工作这样 但是可能我自己也是在圈里面工作 觉得很辛苦 但是看看是什么工作吧 如果是一些很普通的代言 就是问问我老公这样 太过分了